战侯是个好例子 一生没修复 煞牛为业 屠户啊 临命中时 在临命中之前 他头脑清楚 他没有迷惑 见到很牛头人 那问他逃命 就是他杀的那些牛 这个时候的恐怖之急 叫救命啊 这个救命的声音传到门外 你看就有那么巧的事情 刚好有个出嫁人从那经过 听到了 里面喊救命 我就去看看什么 哦这个人在病床上大声喊救命 说看到很多牛头人来要命 出嫁人知道 在他的业障险前 赶快点了一把相 不是一支 一把相 点燃之后 交给他 叫他拿在手上 念阿弥陀佛 赶紧大声 他就大声念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念了几声 牛头人没有了 他很开心 告诉他 牛头人没有了 继续再念几声 阿弥陀佛出现了 他跟佛走了 真的往生了 证明啊 第十八院 林民宗师 一念十念 都能卧生 这一桩事情 诸位要是读到了 听到了 千万不要侥幸 我现在多干一些坏事 没有关系 林民宗师 我还有救 古大德对这个事情 分析的很清楚啊 张文山和分析 这个林宗师 居住三个条件 那么这三个条件 你在林民宗师 和能不能居住 第一个是 头脑清楚 一点不迷惑 如果你要是病了 得了什么老人痴呆症了 连家庆眷属都不认识了 祝念都帮不上忙 头脑清楚啊 不迷惑 第二个语言的时候呢 真正遇到善知识 教你念佛 求生见徒 你林民宗师 能不能遇到这个人 第三个条件呢 你听了之后 完全相信 一点怀疑都没有 你就真念 真的祈求往生 这三个条件 举足才行啊 你就想这三个条件 太不容易了 千万人当中 难得有一个 这是将林民宗师 具足三个条件 那要更远的音呢 是他过去生中啊 念佛念得很好啊 善根非常深厚啊 这一生当中 没有遇到佛法 没有遇到善友 所以做了一生的卧室 善根很深厚 林民宗师 善根福德都深厚 福德是什么 林宗清楚 不迷惑 这是福德 一听就相信 就接受一教奉行 这是善根 遇到这个出家人是缘 善根福德应缘 三个条件之处 懂我什么 我们能不能这样侥幸呢 肯定不能 那为什么不能呢 现在在头脑很清楚的时候 听到佛法都不相信 半信半疑 你林宗的时候会相信吗 这就说明了你没有善根啊 你的善根福德 跟张善活比他差远了 他能成功你不能成功啊 这我们也晓得了 你要知道前因而后果 凡是这一身念佛 这种情况念佛往生的 都是过去身中 累积深厚的善根 那我们知道了 纵然过去身中 善根福德不够 我们这一身不够陷 可以超越 这是肯定的 这是 是向导讲的语言不同 如果遇到的语言 好 我们的成就很快 大幅度的向上提升 那么这一身的下一年 第一个是得人身 这个我们大家都得到了 第二个是欲佛法 佛法当中还要遇到 净土这个法门 才有持望啊 如果不是这个法门呢 没持望啊 有善知识的引导 那么今天的善知识 诸位要知道 夏连居老居死啊 为我们汇集的无量寿静 这个本子出现了 时末发时期 也大肆应养 出现于世 非常可惜 他是居士神 汇集这个本子 无量寿静 三种汇集本 都是居士 第一次汇集的 王龙书居死 第二次汇集的 魏莫申居死 是清朝 咸丰时候的人 王龙书是宋朝时候人 夏连居居死 这是民国二十几年的时候 民国十几年 二十年的时候 三次汇集 这个本子最完善 你要知道它的好处 你就仔细 你就仔细 冷静观察 人尽人爱 每个人读到都生欢喜心 这就是语言成熟了 这么好的一个本子 没有注解 我过去讲了几遍的 都是依据 李老师的每一注 注得非常简单 我在美国 认识了 黄老居死 在美国没有见面 我们只通电话 那么他